台湾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叫李国修 他在少年的时候 对他的父亲台湾唯一的会做金剧戏靴的人 就是靴子啊 他抱怨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老爸你做鞋子做了一辈子 我也没有看到你发财呀 没想到李国修的话音刚落 就遭到了他爸爸的痛骂 你爸爸我从16岁开始做学徒 就靠着这一双手 把你们五个孩子长大养到今天 哪一个少吃一对 哪一个少穿一件衣服的 人一辈子要记住 做好一件事 那就算功德圆满啊 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 一辈子一个人只要做好一件事 他就算功德圆满 成了李国修的人生格言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就是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的专注的力量 就像我们经常要说 如果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辈子就念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一样啊 就是说这种人的费力量